狗球体系分三种 天女狗球 闪电边狗球 暴力狗球 三种狗球最为简单的狗球流 当属闪电边狗球了 我常说狗球流在12本这个阶段 开始练习是最好的 因为12本这个阶段 它算是一个踏入高本阶段的入门 而且12本狗球也并没有11本的那么弱了 所以练习闪电边狗球流就在此刻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12本闪电边狗球流的教学 12本闪电边狗球流的配兵 已经法术方面就是这个样子 兵总带的有点多 慢慢记 援军方面选择飞艇两个隐身 然后四个操法 援军配兵没有问题 开启实战教学 这边也是来到部落战 我们玩闪电边狗球 前戏闪电边是一定要去爆本的 这个阵型大本在上面 大本后面有防空 左右两边岛内都是多头地狱法 那我们前戏飞艇就飞到 大本上面的女皇位置打闪电边 闪电边的目的主要是爆本 顺便处理掉大本出境的女皇和其他防御建筑 大本后面是有城堡的 如果闪电边前戏没有处理掉援军 我们就左边下双王把援军拉过来处理掉 不管闪电边前戏有没有处理掉援军 双王都要下左边 因为我们需要双王继续处理掉左边的多头地狱塔 上面大本区域 闪电边处理 左边多头区域 双王处理 那我们狗球就从右边的多头往中间的鸟炮收尾 然后处理下面的防御建筑 思路没有问题 开始操作 下飞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吹风机 是往大本那边推的 如果有下飞艇飞的时候 记得冰冻一下吹风机 这边是脚拉到上面 先下狗 然后下飞艇 等飞艇往里面飞 冰冻 提前冰冻住吹风机 然后看着飞艇 等飞艇到女皇位置 提前给隐身 然后解体飞艇 狂暴给上 隐身变弹 继续隐身 然后等操法慢慢打 隐身变弹就迅速去隐身 看看前戏闪电边能打多少防御建筑 这边的话 处理掉对面的女皇 女皇还有一丝血 这下OK也是处理掉了 对面的援军是熔岩猎犬 最后一瓶隐身给上 这个熔岩猎犬的话 应该是处理不掉了的 操法那边就不用去管他了 左边这边下两个气球 把左边的箭塔打掉 等气球打掉箭塔 OK上面下一个龙堡进行断边 然后下面这边就直接下双王了 冰人放下去扛伤害 然后给个操杀去 打开多头的城墙 对面的援军熔岩猎犬也是过来了 援军是熔岩猎犬的话 就是有点拖我们的节奏了 毕竟熔岩猎犬是出了名的肉马 冰人往多头里面进了 瞒着的话是走歪了 冰人炸了 毒药给对面的援军 熔岩猎犬也炸了 完了这个小熔岩猎犬的话 毒药没有完全覆盖到 龙堡那边给两个气球 处理防御建筑 天女这边的话 下一个弓箭手续 帮忙处理这个小熔岩猎犬 瞒着那边也是开了技能 女皇这边也是直接开技能 处理掉左边这个多头 右边这边先下几个气球 处理掉排气炮和加龙炮 然后右边这边直接气球一只化 然后勇王跟上 然后下一只狗 提前给气球狂暴法术处理多头 然后金身的话不急着开 等气球往里面推进 就是现在勇王开金身宝气球 另一组狗球就从下面开始收尾 先下狗 然后气球全部放下去 急速法术给气球加快速度 鸟炮锁定气球 冰冻冻一下鸟炮 上面还有几个防御建筑 猎手下右边清理建筑 等气球处理完下面的防御 然后再去处理鸟炮 就可以去处理上面的防御建筑了 狗球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你前夕把思路规划好 然后操作一步一步慢慢来 一通打下来就是行人流水 最后也是成功拿下冷场部落战三星 关注温酒 让你学会所有流派